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这个操作也叫打顶 促进增多侧枝的同时也控制植株高度 第二刀平时养护剪一刀 当发现病枝枯枝或者土长特别快的枝条时 及时剪掉可以防止养分浪费 植株有一定规模后 还要注意将过于密集的枝条修去 通风透光 更利于植株光合作用 第三刀 花败后剪一刀 这里有两种情况 当长寿花还在源源不断开花时 只将开败的话连同其花枝一并剪去 若是花期将过则需要大剪 一般每年一次大剪 此时不仅要将残花及花枝剪去 芽里的也不能放过 修剪后可能出现 新芽长得超快的情况需要将其摘掉 这样养护的长寿花来年更容易爆喷 好了 本期视频就到这里 喜欢我们的视频记得订阅关注哦 下期再见